广告是一座伟大力量 啥意思啊 证明一下 当母亲下蛋时 她总是大吹了叫 而鹅下了蛋 总是劲悄悄的 那又怎么样 可以人们都去买鸡蛋 而鸡后面也去买搏蛋 上次她过生日 我花一千块钱给她买件衣服 现在我过个生日 她分我一百元的衣服 直接是对我的侮辱 她不是给你道歉了吗 道歉不诚恳 我不接受 那她怎么做你才能接受呢 对起码买件两百元的 她怎么改一下 你给你两次呢 还有什么 哎呀 你在这里哭什么呀 我就是感冒 死不了的啊 我知道 那万一呢 我先练一言 你 妈 妈 闹着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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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的温柔 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 哎呦什么 成年的吗 一碗肉都不吃 肥肉太多了 我不喜欢吃 这红烧肉啊 就得有肥的才好吃 那我也不喜欢吃 你说过你 天然那么会生 拿哥说的那么好 为什么没给我多生几个这样的哥哥呢 哎呦你们 快吃吧 我家住在黄土耕 和我呃呃 爸爸是妈妈表哥 你爸啥时候称我表哥了 我让你学习 你在这里乱鞭词 我眼睛不舒服 少休息一下 哦 眼睛不舒服是看平板看的 马上开学了 作业一桌 我看你怎么办 到时候眼睛一戴 看你还美不美 不要乱编乱唱了 好好努力吧 比尔盖茨笑你那么大的时候 人家都自己想电脑程序了 你也好好努力吧 比尔盖茨笑你那么大的时候 都全世界首富了 干嘛这样看我 我放学厅吗 我去接我 你爸接你就行了 又不是没人接你 每天都是我爸接 我妈 我在学校停了 那你上学还得全家接你啊 天天放学我爸接 同学笑我 没有妈 明天你要再回去 咱俩割袍就断义 他割袍断义 你要跟我拜靶子呀 行 我找我爸去 你去啊 我怕他呀 我让我爸给我找十个妈 我一放学就有一群妈来接我 你就在家看吧 哎呦你妈 刚才我和你爸吵架 你俩为什么不帮着我 妈 你得看清形势 什么形势 我说了你可更生气 说说 在这个家里 好比我爸是老板 你是个经理 我们两个是员工 你们把老板子生气了 他一气之下把我们全开了 你要再找个经理 再研究几个员工 你这企业照样看 而我们呢 只能跟你要饭去了 小哥 我来这一套 记住 以后我们再吵架 你们必须帮着我 不然以后你没好看的啊 那你也可以 如果你要敢打我们 等老板新工资开业 我们回去还是好员工 你妈你记了 啥也不行 看什么呢 拿把身份上干嘛 妈妈 为什么您名字是草子投的方 而不是方法的方呢 我也不知道 小时候你老爷给去的 我觉得您应该把它改成方法的方 为什么呀 这个名字已经跟随我40年了 这哪能刷改就改呢 聪明的人 头顶上是不长头发的 不过你还经常给了一堆草呢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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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要的成本买回来了 我不想喝这种 我想喝那种歇气歇炸的 这个给你喝吧 你再去楼下给我买 百多买回来了 外面都我傻 小哥对你去买 哎 剩下的钱都给你 好 有人 够吗 我给我再来点 哎呦你妈 够了 不用了不用了 谢楼 我想吃了 冰淇淋你都给我买 我跟你说了我没钱 那你把过年借给你 压废钱还我 我把你养那么大 用你几个压废钱 你还至于忘回要 我现在还小 你养我是应该的 等你老了 我养你也是天因地义 什么叫借钱 借钱就是我把鸡 借给你下蛋 那完蛋你应该把鸡还给我 你倒好 那下完了 你把我鸡给炖了 你这么无奖心 我实爱借你钱了 哎呦你妈 我是你妈又不是学业实力的王吧 我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 你自己一点数都没有 你这种情况就是属于寄人底下 什么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你保暖吗 你露不露风你自己说 就算是投资 五年了成天也该又回报了吧 回报 对呀 投资有风险你又不知道啊 好这是你说的啊 既然有风险 我想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止损了 管了来不及了 只能无限投资 除非你把我再塞进你的肚子里去 哎呦你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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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在这干嘛 等你啊 等我干嘛 听说你今天在课堂上又出洋校了 没有啊 老师问如何才能飞遍赵羽的手和脚 你是怎么回答的 放个屁给他文 为我猪鼻子就是手 其他的都是脚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让他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环境 不再赖开发树木 你又怎么回答的 每天手画一张锥子 没有奶奶就没有伤害 我说了有什么问题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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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明天开家长会 知道了 群里我已经看到了 你说你要是个班长该多好 开家长会的时候我也有面子 你要是个校长该多好 那我不更有面子吗 哈哈哈哈 校长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你现在有什么梦想吗 我的梦想是长大到一名法官 为什么想当法官啊 除暴安良 问民除害 哇哦 不错呀 那妈妈喂你 如果有一天我犯错了 你是法官 你可以通诺一下妈妈吗 可以 你是我妈妈 枪变的时候 我跟你插个队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哪能见什么要什么呢 一个破气球三十块钱 你知道三十块钱能买多少买头吗 买头它也不可能藏出气球的味道呀 你要它干啥 我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想买啥就买啥呀 你都五岁了 严宿明年就要十岁了 也该懂点事的 你要这么算的话 我得走你前面去 哎呦你妈